大家好,我是Paco 今天要介绍的就是这一台 在街上卖到乱的豪华级保姆车 它是Toyota Alfred 然后还没有正式进入影片之前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与分享哦 那还是那一个人们常问的问题 从第一代到最新的第四代 到底Toyota Alfred 跟Toyota Wolf有什么不同呢? 那我们简单来给你解释一下 就是Toyota Alfred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它是比较属于是尊贵型的设计 老板们都比较会喜欢这样的设计 Toyota Wolf就是年轻化跟动力跟活力的 就是年轻一般的 比较喜欢Sporty的话 就会选择Toyota Wolf 那我身旁的这一台呢 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 这台就是Toyota Alfred的第三代 2018年之后的小改款 那它跟小改款之前的那一个款 就是2016、2017年那一款呢 有一点点的不同 就是它的头灯和尾灯 还有中间的Grill 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再来就是里面的Dashboard 也有一点的不一样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等一下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那首先呢 我们来看看这台车的车头设计 车头灯呢里面有三个Lens 然后下面是一个Sequential Light的Signal 这个整幅从上面到下面呢 很多Chrome的部分 可以看得出是非常的夸张的 还有一个就是 常常会听到 Toyota Alfred 像一台Transformer 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logo其实它看起来很特别 其实它的意思是代表一个A A就是Alpha 这台车是Alpha 这个是它专属的一个logo 然后呢车头其实是非常的短的 你可以发现从我这里站着 到这里这就是它的车头了 然后呢它的前轮的Overhang也是非常的短 这个好处就是把里面的空间 发挥到100% 然后你可以发现这里一个小镜子 这个镜子其实是看这里的盲角的 也代表着如果有这个镜子的话 你的车就没有配有360的camera 那因为在国外呢 360 camera是选配的 那整台车的车身长度呢 为4920mm 接近5米的长度是非常的大哦 然后轮跟轮之间 我们称为轮距的这个距离呢 是3000mm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 这么长这么宽的一台车的那个尺寸呢 它里面的空间感肯定非常的舒服 可是因为是3000mm的距离的那个轮距 所以呢在路上行走的时候 可能在拐弯没有那么灵活 再来就是这个看起来非常平整的车车 其实如果你认真看的话 它是蛮有身材的 还有一个就是 这点是我最喜欢的就是 每一台MPV哦它的轨道你都会发现 它放到这个地方了 那个轨道看到 可是这个轨道是放到这个地方 所以看起来的设计感是非常的好看 轮圈方面用的是这个双色搭配的 前后一模一样的尺寸 然后轮胎的方面 是235 50 18寸的一个尺寸 来到车尾部分呢 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方正 而且呢方正则来呢 也非常的大气 出门也非常的贵气 可以看到这一组尾灯呢 这尾灯就是2018年之后的小改款的尾灯 它是全红色的里面是LED的灯 然后还有这一个尾部的这个logo 是非常的大个 Toyota的还有所有的chrome的地方 所以看起来就是高贵 然后后面这里其实有一个电动尾箱门 不过这个尾箱门呢 它只可以关不能开 开的话你只可以解锁 然后自己把它拉起来 而关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选择按按钮的把它关下 如果你的车是在乘坐7个人的情况之下呢 基本上后面的行李箱是没有的 不过有一个好特别的地方就是 无论它是第二排或第三排的椅子呢 它都是平整的 就是说呢 司机的位置多高呢 到后面第三排的位置也是一样高的 所以坐后面的话呢 你是完全没有压迫感 而且第三排的位置的这个椅子呢 是同级中没有人能够跟它比较 它是最宽最舒服的 打开引擎盖可能你会有点不习惯 因为没有看过那么小的引擎盖 然后打开之后呢 你会发现到整个引擎呢 它是比较偏向里面的 好处就是可以省空间 省车头的那个长度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引擎呢 它是比较坐落在比较低的一个位置的 所以重心也比较低 开车也比较稳 不好的地方就是 无论你要做任何的维修呢 你都必须要把这些部件全部拆除 你才可以弄到你的引擎里面的东西 所以呢 人工费可能会比较贵一些 然后这一款第三代的Alfred 或者Wellfire呢 它们都有两种引擎的一个选项 一个是4缸的2.5 最大马力输出为182匹 然后最大扭力是235的 还有另外一个选项就是6缸的V6 3.5 当然在国外呢 你还可以选项是有2.5 Hybrid的 那当然无论你是拿2.5 4缸或3.5 6缸的话呢 那全车系采用的都是CVT的压箱 那我们来看看车内的设计 虽然说大多数的Alfred都是请司机来开 不过我们有时候也要知道一下 到底当司机的话你的视野会怎样的 这台车呢 我可以说 是我开过那么多种车里面呢 最舒服的一台的司机的一个视角 因为当你坐在这位走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你的视角是非常的广阔的 而且你头部空间也非常的足够 这台车完全没有任何的Blind Spot 虽然有些地方parking会比较难一些 因为车真的是很长很大 不过因为整台车是平整的 所以它没有那种好像比较长的车头 或比较长的车尾 所以其实也是蛮容易可以控制的 如果你可以事后再追加一个360 camera的话呢 那这台车就属于完美了 然后整个dashboard 摸上去是比较软的这个材质 再加上呢木纹的设计 stairing跟旁边dashboard 还有中间这里和旁边这里 都是用这个木纹的设计 所以看起来是非常的高级的 然后只有高配版本哦 你才有这一个比较拉长式的手幅 然后这手幅蛮特别的地方就是 我可以从这里打开 或者是我从这里打开都可以 座椅方面呢看起来是非常的柔软的 摸起来也是非常的soft的 然后再这样你看哦 这个椅子哦 这有很多小孔小洞的 这其实它也是功能哦 就是它有那个冷气出风口 然后整台车里面 这一张椅子跟第二排的两张椅子哦 它的这个地方都可以把它举起来 所以整台车坐进去的时候哦 你会感觉到好像坐在家里的沙发一样 那么的舒服 如果说这台车卖300千的话呢 那200千就在这个位置了 这台车的第二排这个位置呢 就是整台车的最重要的一个位置 也是最舒服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卖点 然后这里打开呢还有一个植杯架 之后这里还可以电子的控制 我们这个椅背 还有这个我脚的放脚的这个地方 也可以把它控制出来 然后第三代Alpha的车窗口设计 也是一个很好的卖点 就是它是从这里斜下来的 所以有很好的一个隐私感 你从这里看出去的 那个视野是非常的好的 如果你要更加好的那个隐私感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遮阳板 把它拉上 那你就可以享受你自己的一个私轮空间了 那如果你家里有老人家 或者是行动不方便的家人的话呢 上下这台车你还有这一个手扶来帮助 不过我想问一下的就是说 到底在我面前的这一个手扶 有什么实际上的用途呢 欢迎留言给我知道 如果今天我在一个 廉价200-300千的屋子 跟一辆Dolta Alpha来做比较的话 我选择了后者 那我一定要知道 我车里面睡觉的一个位置会怎样 有时候呢我在车里面 如果你想要一个私人空间的休息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在这个位置 因为从这里 你可以控制这一张椅子的椅背 下面这里呢就是把它向前 上面这里呢就可以把它的椅背 把它倾前去 当你把它这个弄到完全 瞅前面的时候呢 你的椅子这里呢 就有一个很好的位置 可以给你休息睡觉了 然后第二就是呢 今天一整天的会议 跟不停的appointment见顾客 都很累了 上了车想好好的休息的话呢 我就可以把这个椅子躺平 然后司机大哥把我载回家 这时候我就可以这样子随下去了 当我选择乘坐这一台车的时候 我当然我要享受到100%的VIP的待遇 所以呢 如果我可以自己开门的话 我也可以叫司机大哥帮我开门 开了门我不想下车 我也可以叫司机大哥先帮我关门 这个就是所谓的VIP级的仪式感 很多器人坐的第三排哦 都是自己骗自己的 不是头部不足 就是腿部不足 可是你看一看Alfred的第三排 非常的宽阔 非常的舒服 而且头部腿部 肩部空间 所有的都兼顾得非常的好 所以当你进来第三排的时候呢 你可以发现到后面呢 有非常宽阔的空间 它还有三个杯架 还有一些储物空间 而且呢 它还有冷气出风口 后面这个位置 其实它可以舒服的乘坐三个大人 那如果是有一个情况 你需要载更加多的东西的话呢 你可以牺牲这两个椅子呢 把它折起来 分开折起来放去一边 那你就会有腾住更加多的空间了 好 我们来试一试这台车 然后这台车是2.5NA的 然后马力182B刚才有说过 只是呢 因为车身重达2吨多 就是2100公斤 因为这是一台非常大的车 所以你开起来的话 起步肯定是比较慢的 不过它只是慢 可是它并没有说好像完全严重的没有力 但是其实是蛮顺的 我现在是走着一个下斜坡的地方 然后现在是下着雨天 当然这台车也不是给你开快车的一个选择啦 主要的这台车还是for舒服啦 因为这台车哦 它的那个引擎的重心比较低 然后它又是前驱的 所以其实开起来是蛮容易蛮方便的 那必须说的是哦 这台车它除了舒服之外 它的隔音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因为当你开这车的时候 基本上你是听不到外面的吵杂声 轮胎声也似乎你的轮胎的情况而定啦 而这台车的轮胎有一种 有一点老化的迹象了 所以也开始有一点点噪音 不过如果是新的轮胎的话呢 相信这个问题就会解决了 然后把这辆车开路上的时候 你就好像在开着一个正方形的 一个箱子的车 所以其实你是没有什么blind spot的 就是你旁边你所看的一切 就是你车的位置了 后面也是平整的 所以其实开起来是蛮舒服蛮好开的 而且在大街上 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多的人 如果选择一台MPV的话呢 都会选择这一台 当然是家里有条件的话啦 就算今天你的目标是 是宝马或者是Mercedes都好呢 到最后最后 你还是会选择一台这种保姆车 来做一个 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拼图 你开久了之后 就算你是开车的人啦 你开久你也不会觉得累 因为你的椅子其实是偏高的 所以呢就呈现出你的脚 就是一个L型 所以坐起来的那个桌子呢 就像平时你坐在你的公司 或者你在家的那个沙发这样子 是非常的舒服 所以你坐久的话也还好也还OK 不会说很累 之后呢就是马来西亚的天气 马来西亚的天气 不管你做任何的 什么的Tint都好呢 你都会觉得会热 有时候我们的那个温度 可能就38到40度 对于来40度的时候呢 你的背后可能就会流汗 然后这台车因为它有这个 冷气出风口的那个椅 所以坐这辆车的时候 就算你是司机 你也是可以很享受 那现在开在高速公路上 其实它起步真的是有点慢 不过也是一样 它的Mid Range来的是蛮不错的 就是它60多70公里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感觉到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力就开始来了 走很平稳平顺的 就可以上到100 110 120 就算在下大雨的情况之下 其实那个隔音也很好 雨滴搭在那个车顶上 也没有热的声音 然后车径很大片 dashboard又很大 所以感觉到你坐在很后面的 一个地方 看整个视野 很舒服 很好开 那如果有机会可以接触到 这台车 可以试驾的话呢 你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那么多人 最终还是选择买套法 如果我拿这台车 来做一个高速的进弯的话呢 怎样也锁不过去 因为这台车 不是那一个purpose 那这台车是比较属于是平顺 就是在路上行走的那个商务级的MPV 它也没有说太过的笨重 有时候一些比较容易 比较小的一些弯的话呢 其实它的操控也蛮还好的 还OK的 然后大多数的人呢 买这台车 他们主要的是 就是买车之后把它影响升级 这台车的隔音好 然后空间又大 后座又舒服 如果再加上一套很好的影响的话呢 这台车就是接近完美了 那很多时候我出席一些宴会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大多数来的那种VIP啊 他们都是选择开这种车 多过那种商务级的7C或者是S级的 原因是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车 车身比较高 然后如果你上下车的时候呢 也比较方便一点 就是从上面这样 跨一步下来就可以了 还有的就是呢 头顶非常的宽 所以你坐在里面的话 你就感觉就是在家里面的一个 HIGH SEALING的感觉 看起来的感觉是很舒服的 然后上下车得当一刻呢 门自动开关 那个也是很好的一个仪式感 可以想象的是 如果你买这台车是220千左右的话 然后你在每个月工期里面 再加一个3000块钱一个司机的话 那你的人生不是很美满吗 那试驾了这台车之后 当然要试诚 坐在后面这个最舒服的位置 也是我最期待的一个环节 就是坐在这个空间 你真的是可以感觉到 里面的空间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大 然后整个CABIN 是真的是安静到一个点 然后你坐在 当你坐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的脚的空间真的是 你看我可以伸直 脚可以直接伸直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的 然后这个位置 我还可以站起来 试试给你看 我这里直接可以 整个人站着 再走去后面的都可以 就是你可以有很多动作 很大的动作 甚至上你可以在这里睡觉 或者有时候 就是 呃 我们有时候我们开车 是讲一个LIFESTYLE的 就是我们在里面这里可以 其实还可以谈东西 可能一个私人的一个 一个交参空间 什么之类的 都可以 这地方真的是一群帮舒服 所以你可以感觉到 为什么我在路上可以看到 那么那么多的LIFESTYLE 就是从第一代到现在 第四代也是一样 先给你讲一声 就是第四代如果 现在你要订车的话 你可能要等上一年多 你才可以拿到车 所以很多人会做一个决定就是 可能我不要拿第四代了 我就拿第三代便宜价钱一半 然后可以立刻拿到车 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买第三代 因为第四代出了之后呢 第三代的销量反而更加多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那么多年以来 Alfred还是在MPV界里面 就是豪华MPV面包车里面 它还是排第一的 我们看看这里做 其实这条路是比较不平稳的 比较多坑坑洞洞的 可是当你过的时候 可以讲是完全是没有声音 真的是很舒服 加上车车因为它是丰天嘛 它就没有给了那种很复杂 很厉害很高科技的那种 就是它的那种避震器 都是用着普通东西的 所以这是方便以后我们换的时候 我们做更换的时候呢 没有那么烧钱包 这是一个好处 就是你可以很享受的高级感 之余呢 你还可以省下你的钱包 这就是一个 为什么它那么受欢迎的一个东西 当你坐在这个椅子上的时候 你可以选项可以 可能你可以看戏啊 什么之类的 在这个roof monitor这里可以出现 然后车里也是有这个可换 这种颜色 你可以看你自己喜欢这里 调整你的里面的 cabin的这个 ambient lighting 你可以换一个颜色 然后有些人 有调劲一点的 还可以把它整个 整个ambient lighting 就拆除把它弄成一个 星空顶 现在也是蛮流行这样子做的 不过本人是比较喜欢 原装的东西啦 所以我会觉得 这种颜色这样子呢 是刚刚好 没有太多招摇 也是非常的舒服 坐在这里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真的是自己的一个空间 就是感觉 你在自己的房间这样子 空间感来说的话 真的是非常足够的 然后这台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有时候 如果你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客户 或一些比较重要的朋友亲戚的 你开这台车去载他们的话呢 你给他们的印象分 也大大的提升 大大的增加 因为如果你是开这台车去载他们的话呢 这就代表着我 你对我的说很重要 你对我的说是很重要 就是说我开一台Alfred去载你的话呢 当我打开门的那一刻 你就是我的贵宾 这是有一种贵宾系的那种感觉 这就是这台车带给人的一种 很特别很特别的感受 人生中的大事 比如婚礼 或者是接送VIP 甚至人生的最后一层的话呢 如果你主要是拿冲场面的话 这台车肯定都是你的首选 不过今年已经是2020年了 就算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话 我也会考虑买这一台车 因为这是一个lifestyle 那不一定是说你的家庭成员够多 你才需要这一台保姆车 有时候可能我享受一个单身贵族的一个时间 我可以自己开这台车 或是请司机来买来载我 然后到最后呢 来到2024年的今天呢 这一款2020年的Toyota Alfred 其实你可以从200千到280千之间 你就可以买到 为什么价格相差那么远呢 主要是你的选配 或者是你的汽车的状况 而定那个价钱 因为这台车呢 它可以很多很多种不一样的选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虽然你看这台车非常的高级跟Premium 可是你别忘记哦 它还是一台Toyota 所以呢它的保养费用呢 都是大家都可以负担得起的一个范围 以上就是我影片的所有介绍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与分享 谢谢大家多多支持本地创作